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第二次,你去中国 你好 再回来,十 年轻兵入关,当时的他们肯定没有想到 自己为三百年后中国各种天雷电视剧 做出了伟大博大巨大庞大宽大到无以复加的题材贡献 真是又是九死夺底,又是穿越题材 大清朝刚刚送走了秦川,又迎来了若曦,真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波澜壮阔,波涛汹涌啊 我不得不说大清朝你亮了,不死卑之的朝代,这是躺着眼中强啊 所以我想,如果除去他那古代宫廷系的外衣,就完全可以拍一个很好的现代爱情剧 这就是由于体材过于相近,我觉得可以编一个绕口令,就这么说 南边来了个不索心玉,手里提了个公不经心 南北边来了个公心经部,手里提了个玉经索心 不索心玉,想用公不经心玉换公心经部手里的玉经索心 而公心经部偏偏不让不索心玉拿公不经心换玉经索心 到底是不不经心还是公所经心? 我也不想喷了,因为这次我连吵槽的力气都没有了 好吧,玩笑过后,我们不妨以不爱的角度来看吧 写开我个人的喜好,客观来讲,较之公所心玉,这部电视剧其实已经有了长足的定位 中间有吴奇隆等大腕演技压制,是个野鼠上成 最关键的还是在于他的剧本整体上是比较合理的 当然,凡是芒果台的出品,必有的共同点就是群众演员个个都不化妆啊 为什么我不批她了,因为我突然想明白了很多问题 比如,为什么大家都在骂穿越电视剧,但收视力依然火到爆了? 我这样想,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幻想过,假如自己回到古代会是怎么样的情节 我们曾经都有过这样的心理,男生都想当皇帝或者大将军,而女生都想当公主或者皇后 我再次提醒大家,古代有风险,穿越虚谨慎 假如某天早上你醒来发现自己穿越了,身边有个宫女对你说 小姐,咱家姑爷刚从吃壁,打了败掉回来 那你绝然背了个句的,你下半生都够摆一茶几了 尽管步步惊心,虽然之前我说了她的优点,第一集开头还是显得略有仓促 而洛西头上的伤口假如再往中间一点就是标准的日本武士 当然挑刺并非我本意,我只是想说看清形势才是最重要 这情况什么意思呢? 虽然这部电视剧依然未能扭转四阿哥那一贯的仿佛有人欠他钱的表现 以及八阿哥一贯的高智商低情商的形象 但你要明白一个阿哥或者皇帝,再英明,再神武,地主阶级就是地主阶级,封建王朝就是封建王朝 千万不要因为电视剧而对那种制度产生幻想 看过权当娱乐,不要过度入迷就像唐吉柯德那样 无论你会在现实中迷失自我,失去真正的快乐与美好 不可否认的是房间对此类穿越电视剧的存在意义上有很大争论,但让人可喜的是 群众的品位已经越来越高了,其实何止是穿越 天空剧总体上已经快被拍到海扑石烂了 每次打开电视看到的永远是一群瓢瓜头型 都让我想起中国那段最屈辱的历史 过去这一次我扯远了,但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我认为穿越剧最大的意义在于让我们从前人身上找到生活的经验和教训 而不是单纯的诚意在过去中无法自拔,不管你信不信我反正是信 最后我来演示一首来结束此次点评 heights, exactly as you in the way around 100% 这个是中国语道首我唯一见到海无压死 也是想起来到射语 Zuk 声明的声明,等等要求此是不是 详定变回来 Psychology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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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